服病药的人容易得子宫肌瘤 还是服病药的人并不会更容易得子宫肌瘤 你选哪一个呢 答案是服病药的人并不会更容易得子宫肌瘤 那很多在使用病药的他们会想说 子宫肌瘤本身是一个雌激素 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的疾病 那我们在给予病药的成分里面 就有雌激素女性荷尔蒙的成分 所以会担心女性荷尔蒙的部分 会刺激子宫肌瘤的生长 但是实际上病药的成分 是模拟我们正常的一个月经周期的剂量去给予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剂量并不会过多 而造成子宫肌瘤的生长 反而是必须要注意的 是在更年期以后的一个荷尔蒙补充 在更年期以后 原本的子宫肌瘤已经开始缩小 雌激素开始下降 这个时候给予雌激素的一个补充 反而可能刺激子宫肌瘤的一个生长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